当今,周口地区的新一拳被传名为 周口新一六和拳,且深一成功,有了定名 现在周口新一拳又被强调了和西 河南两西叫法,外界所知,大概如此 原本河北也有练,这一系还挺好 单式拆解,练法非常科学 但是近些年销声匿迹了 周口新一拳被传播开,也是近些年的事 出于人之常情,传播者基本是练哪家时说哪家好 源于急着表达,就出现了一些阶段性的理解 一会这个好,一会那个好的 理论不成熟,但是口气成熟 慢慢大家也就接受了 什么是御东新一拳 先说过去,周口原本叫周家口 民国时候还这么叫 所以,周口新一拳只是当代方便介绍的命名 所以小说里说,此乃周口新一拳可以 但要说历史,那个时代是不存在周口新一拳这个称呼的 放在当时,最多是鲁山新一拳 周口的新一拳是鲁山买撞土传的 此拳,后来天下闻名 有卢松高大师的半数功劳 卢松高的老师是袁凤仪 袁凤仪学的是鲁山新一拳 卢松高练的是周口袁凤仪传的新一拳 这某个关系 如果标榜门户,还可以细分 具体到某个寺或某个胡同 如果说新一拳,不光周口有 淮阳也有,商水也有,巷城也有 洛河也有,南洋也有 都是新一拳传 从文化考虑,以玉东为名更为得体 因为玉东,玉西两地区在就中国的历史上是个 特别典型的地方 可以说是传统中国之缩影 玉东标识在晚清时代影响很大 而从火器流行后 玉西刀客则在民国时代 把中国搞得波涛汹涌的 真正好奇历史的可以搜索一下郑松军 了解下这一支由对抗清兵十数年的刀客架杆 土匪,后背省都张震芳,招安编制 又反过来剿匪十数年的军队的历史 就基本明白了玉东 玉西是一个多么有代表性的地方了 玉西地区的刀客集团 光成名的头目大大小小就上100号 刀客加起来好几万 在这个大背景下 周口只是很小的一个地方 也没有对历史的车轮产生多大的推动作用 更别说某个装某个债了 三两个练武的比划两下 也仅仅是三两个比划两下 历史运缘并不深 也没那么难考证 当时就整个玉东武术界 组织比较庞大的是八卦拳的 根基南 玉北的梅花拳类似 是村村都练的那种模式 心意拳与心意拳都太保守了 就包括当时张正芳的标师张鹤年 手底下带的都是八卦拳门的 但现在知道这门的反而少 这也说明 宣传跟历史不是一回事 更大的门户是红枪会 练得金钟罩铁不山 确切说不能算是拳门 属于庙道会 有的干土匪的事 有的又守着爱打土匪 也都装神弄鬼的 比如军阀孙电英 他也是庙道会的头领 但他在当时 也不过是个小角色 总之那个时代很混乱 经常有整个债备屠债的 在凶残与枪炮面前 重要的是兴奇与人多 放眼玉东露林 故事与讲究 以及文化意义都比周口多 所以坚持用玉东 刀客看不起打杠子的 但曾有考据者说 某心意拳名家是打杠子出身 代考 从地狱说 周口河西 周口河南 是什么意思 周口河西 河南之分 是随着沙隐和汇流和道而来的 河西寨 河南寨之城寨 是从修筑债宝开始的 而债宝 是同志年间 曾国藩打碾军时 沿河不防修筑的 原先债没多大 一直也没多大 叫周口心意拳时 是民国时候 河西原凤仪的徒子徒孙以上 学礼卢松高 宋国斌 为代表外出周口 打出了威风 这么说起来 是周口心意拳了 后来卢松高 戏叫上海卢是心意拳了 宋国斌的则是 蹦步宋门心一拳 里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